我叫佩妮 我来自陕西省渝林市 请记谢 我是地地道道的农民歌手 从小在家里铁铁地头 唱这个山民民歌 这一唱就五十多名 节外我给大家唱一首 这原味的原神态的山民民歌 什么大家喜欢 这一唱就五十多名 这天哪 我和你 你 我和你 我和你 那天哪 那天哪 这一唱就五十多名 唱唱唱唱好呀 这一唱就五十多名 好 给大家介绍一下自己 大家好 我叫北米里 经历72岁 来自赛西渔岭 我是一个农民 农民歌手 好 我觉得这个也特别可爱 真的真的就是 觉得听你的声音就感觉到了一个 红高凉黄土地的一个地方 然后特别有气势 所以我们都很喜欢你 谢谢 好 亲爱之心 爷爷 你唱你了咋的 牛里饭 谢谢 他说什么呀 他说唱得太爆了 太豪了 观察团的朋友 老大为老师 你好 老大哥 我叫你老大哥 因为您比我大几岁 这个渔林的民歌是非常有特色的 可以说我们新中国成立 我们唱的很多的歌都是陕北的 陕西的 你比如说最典型我们大家都会唱的东方红 是吧 这都是陕北民歌改编过来的 我觉得您唱得非常好 您这么大年纪 这个声音还是这么饱满 而且高音还这么嘹亮 唱得真好 而且我看您这个形象 和我们以往看到那个陕北民歌的那个形象不一样 您特慈祥 对 特富台 是吧 是 我们以往看那个陕北民歌都是瘦瘦干干的 是吧 这个像这样的像 您说的是阿宝呗 那我不知道 像您这样慈祥的一个老人 这真的很少很少见的 唱得真的很好 我在五六年 由于瘦瘦瘦的流动 我的爷爷把我骂了一晚上 随得一队 在我家里找了两怀 说我这个铁声有好嗓子 他我爷爷就骂我说 胆大的鬼子 爽大的病 上胎的四次搞一件 这一生再不要去幸福了 那么就没让我去 我爷爷说很遗憾 我直到六十四岁 我们我在我们那个从里 我付了十年在唱歌了 来了文化馆这个首记 他说他呀 我们前期戏剧团没有这么把唱首 所以就让我进入陕北民歌比赛 我在娱灵 一起而别的民里头 获第二名 我在陕西生活 十大陕北民歌手 我是刀青传承人 好 谢谢 今天这些孩子都会给您亮灯了 我想借这个机会 你们好好向爷爷学学陕北民歌 好 爷爷的话呢 实战之心 心锐之心 你现在选择的是哪一个执行 我就选择 好可以 我就止住了 厉害呀 什么叫民间高手 你最喜欢哪一种孩子 你就跟他们走 您看看 我来 我给他吧 大家一会儿我唱一首 隔着 我唱了 我不想唱一首隔着 不 您再唱啊 下一场比赛再唱了 这场啊 您唱完了 我唱了 下一场您就排到他们队伍当中去唱了 对 您晓得了吧 要选一个跟你一起唱的 你选他们谁 现在就让你唱 现在就让你唱 你选到底哪一组跟你一起唱 爷爷 我就是好商业 就是好商业 哈哈哈哈 山淡淡的那个 太花呀 太花呀 咱们桌呀 花 将到 山北 一片 干着的 高火 尽呀 对于这位地道的陕西农民来说 能来到金色好声音的舞台 就已经心满意足 最终 他选择的是这个舞台 是金色好声音的每一个人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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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